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是第26届汤姆斯杯的比赛了 镜像比赛呢 其实历史的还是挺悠久的 最早呢 它是每三年来举办一次 虽然这个羽毛球呢 目前在世界上公认的有几大强国 但是实际上曾经在历史中获得冠军的汤姆斯杯冠军的只有三个国家 就是马来西亚 印尼和中国 其中呢 马来西亚呢 是在比赛最早期的前几年 前几届是获得冠军 然后印尼呢 是拿到13届冠军 是目前夺冠军最多的 中国院呢 已经7夺汤姆斯杯 中国队第一次捧得汤姆斯杯呢 也是11比7啊 这就是中国队领先的进入到决胜局的交换场地 中国队第一次在汤姆斯杯捧得冠军呢 还是在1982年 那是改写历史的一次 也是在决赛里面呢 就是击败了印尼队 那也是中国队和印尼队的第一次呢 在汤姆斯杯的进程当中的交手 这是第十二届的比赛 当时的比赛还是打九场 那个五胜制啊 打两天 真的是漫长的赛事 现在我们看到印尼队 这个白发苍苍的教练就是基鸣发 他当时呢 是印尼队 获得那一届亚军的这个成员 他是一个著名的双打运动员 中国队在当年的比赛里面 派出了还有没有什么太多名气的韩剑 像陈昌杰 那个时候还不是说很有名 所以人们并没有对中国队的 整体的阵容有太多的认识 没想到中国队爆冷 在决赛里面是5比4 击败了这个印度尼西亚队 从而历史上第一次捧得了汤姆斯杯 也成为第三个常到汤姆斯杯冠军自卫的国家队 现在是第三局的比赛 交换了球场 看看中国队的4分的优势能不能进一步的扩大 好球 加2比7 当时中国队真的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大新闻 因为之前印尼队已经7次在汤姆斯杯中夺冠了 好球 发球直接得分 极多的判断失误 对 今天的比赛特别有意思 双方都有直接发死对方的球 刚才我们7比10领先的时候 对方那个汤德拉发球 双方抓到了他一个发透场机会 直接突击得分 极多的杀球很厉害 防守不错 中国队 打了一下漂亮 这样也能得分 不是想起这句话 这样也能赢 脚有点软 就是印尼队先起球 这个要在第一局里面 他们的连续进攻呢 还是能够得分 现在中国队 刚才实际上是蔡英的一个挡网 这球的落点 非常的靠前 这期排防守防得非常好 戒内 8点14 虽然领先6分 但是蔡英肺海风还是不能放松 要注意揭发球的处理 现在我们的赢家 五分 三分 一分 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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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 三分 漂亮 正好对方轮转的空档 因为亨德拉在后场 他确实没有威胁 所以我们始终压制他 他就准备轮转到前场的时候 突击一个空档 这个策略打得非常清楚 傅海峰防守以后的墙网 很明确 明显比第二局的防守要积极 我觉得现在傅海峰和蔡云 他们这一对组合 这个实力比较平均 就前后场 当然组织能力上蔡云更好一点 但是傅海峰也不弱 他在往前 前场的时候 同样也是有很多机会 好球 16比8 确实在进一步的扩大比分 现在我旁边的 我们的导演组 也已经群情激昂了 他们已经开始跳舞了 我的椅子也跟着颤抖